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0号星期五 中共官方正式确认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在记者会上确认 应美方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托人刘鹤 一大堆投销 将于本月的13号到15号 率团访问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的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代表团腾源还包括央行行长 一纲商务部长中山财政部部长廖敏 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哲 等 还不错 这么大的一个阵容的话 过来还是 就是说对这个协议还是比较重视的 充分的给予了肯定 我为什么说是美国给川普捣乱的 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 来了之后可能还得跟美方 就是说扯皮一下 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 不急于签订阶段性协议 所以你就能看出这个意思来 这份协议到了现在 我们已经很明确的能够看出来 虽然我们得到消息好像是86页 是吧 具体的内容现在还没有透露出来 但是我们能从中方和美方的态度来讲 川普是非常想并且急于想签这份协议的 因为他认为这份协议对他非常的有利 而我们我之前也报道过了 从4月底5月初我就说 我说这份协议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 当时完成了差不多90% 是美方非常满意的 中方看了之后 就差不多就要飙脏化了 要骂街了 然后中方的墙盘的极为不满 后面就尝试想把它推翻 然后被川普是一顿板砖 照了脑袋狂撤 撤了一顿之后 中方现在终于没有办法了 同意还是从4月底5月初的那份协议 继续把那90%多完善 完善到了目前现在这样 这份协议我想曝光出来之后 很多人恐怕都会认为 这份协议有一点点的那种 好像不平等 不能说丧权主国 我觉得有点不平等在里面 但是这个来讲 川普也一直都承认了 川普就说 现在我没有办法去谋求一个平等的 一个对等的协议 因为你每一年挣我四五千亿美元 贸易逆差到四五千亿美元贸易逆差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是一份平等的协议的话 只会保持这种巨大的贸易逆差 所以我必须要一个不平等的 一个不对等的协议 我才能够把贸易逆差逐渐的把它减少 并且抹平 你要这么说 也有道理 反正川普他的目的就是说最终想要达到一个中美之间 是一个贸易贸易平衡 他也不是说我应该要顺差 我要挣你钱 但是最少我们差不多 就是说你买我 我把你咱们等于变成一种交换似的 互通有无 从这个来讲 我觉得对中国是一个好处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我承认美国大量的购买中国产品 是让中国挣的钱没有问题 但是挣的钱也没给老百姓花 东西拿去造什么军舰 然后南海造一些军事设施了 对不对 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 这些年创造的很多财富有了一些钱 很多的美国的商品实际上 真的是比中国的质量要好 美国的产品 我觉得进度中国市场 跟中国市场去竞争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市场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就像中石化中石油 这么多年没有人跟他们竞争 汽油的质量怎么样 大家心里有数 很多汽车品牌在进入中国的时候 他们的发动机 给中国的发动机 是跟海外的发动机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发动机要经过特殊的处理 因为中国的油的品质太糟糕了 我觉得如果像美国的这些汽油 美国的食品进入中国之后 有了竞争的话 会极大的提高中国汽油的品质 提高中国食品的质量 因为你的食品质量不好的话 你等于没法跟美国去竞争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竞争 会带来的是给老百姓 带来的一些给消费者 带来一些切实的好处 所以对我来讲 我认为对中国老百姓是一个好处 而且这还不包括像那些美国的那些药 我们必须得承认 美国这边所在医药方面 还是掌握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的 我记得我以前在中国 我们拔牙打的麻药都不一样 中国的国产的麻药和美国的麻药 美国麻药就比国产药贵 国产我记得十几年前 那时候才十几块钱打一针 美国的内容可能一百多块钱 差十倍的价格 但是美国的麻药打上去之后 你就是的确不那么疼 对不对 这是事实 还不包括其他的这种进口药 如果中国能够在这方面才开放一些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 而且我觉得你从美国买猪的话 不管好吃不好吃 咱放一边 最起码你不会像从俄罗斯买来的猪 给你带来了这什么猪瘟 对不对 你从美国买猪 最起码它从质量上 安全上还是有可靠的 可能你觉得它不好吃 但我觉得美国猪肉也还行 美国的猪肉和牛肉 其实都还可以 我们在美国有时候也 以前也自己煎点牛排什么的 味道还都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吃点美国牛排 不见得是坏事 对吧 而且最起码美国它管得严一点 不会往猪牛我里面灌水 中国我以前就看过他们的视频 你知道吗 弄一头猪一头牛在那 还没完全死 他们就拿一个水管子 给那牛往里面灌水 知道吗 就一头牛 比如这头牛500斤 能灌100斤的水 你知道吗 就为了多卖点钱 强行给牛和猪去灌水 我觉得这个来讲 在美国是都不会出现 对吧 所以而且美国的一些水管也还不错 对吧 橙汁什么的都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跟美国真正的来开放 做贸易 做生意的话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经济 短期来看可能是有一个冲击 但是长远来看的话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很多的产品的提高和进步 都是有帮助的 是吧 所以我们希望刘鹤来了 就是说轻一点 捣了捣了 不要太狠 因为说实话 以目前的情况 伊朗已经认怂了 对吧 伊朗现在怂成什么样 大家都看到了 那么中共也看得出来 对吧 伊朗认怂了 金哲恩躲起来了 连话都不敢说了 花皮都会挑花皮了 对不对 再也不敢说话了 对吧 苏迈曼尼的之死 给伊朗和金哲恩都吓破胆了 可以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的建议 刘鹤就是说一死一死可以 得达自己一个态度 对不对 但是我建议还是比较顺利的 把它签了 把这第一段签了 所以我觉得 有的人就说 还有没有可能签 签不签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捣捣乱 调皮一下 但是最后应该是会签的 这第一段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苏迈曼尼之死 给了各方面都有一个警钟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